买不起国产车的宝贝们可以看看合资车呀 比亚迪确实扭逼送pro新款又上市了 就这个价格宝贝们 难怪会让合资车降加降膨胀 在总资的销量排行榜上 平均每个月送pro老款 它都能卖2万台左右 你再看看曾经如日中天的大众突贯 风天荣放本田塞尔卫日产齐骏 埃拉的都拉酷斗的了 切记宝贝们新能源车省油不省钱 你如果说跑网约车可以选择比亚迪 或者是去一年跑个两三万公里以上 但你如果说家用的情况下 现在合资车那么低的价格 一年跑18000公里 十到十五万能选的SUV太多了 今天给你们讲几款 看看是不是你的菜 第一款全款优惠4万5的 伏特瑞基 要配置有配置 要动力有动力 20T8也替 除了油耗高 剩下你还能调出什么缺点 风天荣放 17万6800的都市反现在全款造的6万台 这玩意四三万多落地它不香吗 开个十年没啥毛病 缺点是CVT变用箱 20自然吸气动力有点弱 第三台跟第四台 起压四波脱接跟现代图胜 两区豪华版 基本上全款落地也在13到14万区间 这四台SUV都是15万以内全款都能落地的 如果是视频前的各位宝贝 你会选择燃油车还是新能源 在董车的一江家排行榜里边 如今这些个赫字燃油车天斗塌了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 不怕你气得三年不来生 你可以不买比亚迪 但是咱们要谢谢比亚迪 每天咱们分享新车耳车行情 祝你们未来好慢慢的能开心快乐 坐上其身不劳而获 记得点赞关注 老款宋佛肉一个月都能卖2万来台 新款发布之后 月销量估计能破3万台 毕竟比亚迪今年 估计要突破年销量400万台 太吓人了 熊了嘛 你们觉得今年的比亚迪能不能突破400万台的销量 评论区咱们混合混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